之前是通过我们用记录仪 然后每一个西压钻孔进行人工录制 然后带在地面 有专人进行人工识别 进行判断这个西压孔 是否完成一个指标吧 然后现在是通过这个AR大数据 我实时在现场就可以录制完成 进行一个数据的上传 比以前更方便更快点 就是说你打完孔以后 五分钟之后就会收到反馈 然后马上就可以重新去 我们在根据它的一个反馈的信息 进行一些不就措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实际上粉尘是对绝静式能化制约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三能集团从防尘的技术上进行了公关 实现了摄像头区域范围之内 粉尘浓度能降低到90%左右 另外这个摄像头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是透尘 也就是粉尘对它的影响降低 第二个功能就是双光谱 双光谱就是可见光和红外光 通过红外这种感测 虽然有粉尘 但是也能够探测到相关的一些物品 一些距离 能降度低的时候也能使用 通过这种技术实现摄像头的有效的利用 没有使用智能化操作系统的时候呢 一个决定营头正常操作的时候呢 作业人员 要在五人以上 通过智能化系统的应用呢 决定工作面正常施工期间 只有一个人在后方进行远距离操作就可以 特殊情况下 可以在地面 在更远的地方进行远程操控 实现绝境的危险区域 无人 确保呢 决定营兔的安全作业 我们也配备了华为的 然后配套的 和他们防冲监测差不多的一套监管的 然后AR摄像头的系统 能够对它施工的操作的正规性进行实施的这种监管 这个是超前转碳的 对煤矿来说 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安全在做工作 经常咱们听说某个矿井 然后在施工期间出了水了 把矿井淹了 所以呢 国家要求我们逢绝避碳 然后就是在施工之前 要用这个转机进行超前的转碳 正常的转机呢 可能超前有转碳100米的距离 但是应用这个转机呢 能超前弹刺1000米 从而呢 确保更加的安全 如果一般工人的话 会采用井下录制视频 然后以及井上有说人工去逐个视频去核验 去数钻杆 一个的话是它的工作量大 就是每个钻孔的话 大概有说会需要每30分钟的一个人工 然后去逐个去核验 第二个的话是它有之后性 因为有说它都是一波 然后带上去嘛 所以说一般会之后两到三天 然后去完成一个核验 第三个的话是因为积压了这样大量的一些视频 所以说会导致它的监管以及回溯的话 会存在这种问题 我们的AI系统的话可以实时的去识别钻机工人以及钻杆 然后有说实时的去分析它的钻 有说它的施工的质量是否符合要求 是我们整个的人工工作量从原来的30分钟可以压缩到5分钟左右 有说整个人工工作量的话可以去减少80% 我们从原来的时至2到3天可以完成到有说我们整个设压工程完成30分钟之后就可以完成整个的一个识别 它能够把职工从危险复杂重复繁重的脑洞中解放出来 通过盘狗AI大模型的应用 提高防充施工安全的可靠性 提升安全监管的及时性 提高分析判断的准确性 从而确保防充的安全生产